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無線新聞 史詩淡大 無線新聞 史詩淡大 在今日跑馬地再有一場免費電視牌照中期檢討會 給市民發表對兩家電視台的意見 其實在上一次公聽會裏面 除了有市民況以媒體自我審查之外 無線亦都被批評為一台獨大 所製作電視節目低級趣味 而亞視則被批評為外地節目泛濫無心經營 其實現在只有兩家電視台 為全香港的市民提供免費電視廣播 市民並不能選擇 究竟今次的廣播政策會不會改善呢 就要視乎今晚市民意見得不得到接納 絕對沒事 但我們新聞部的同事由頭到尾都很努力 為香港的市民提供第一時間的新聞部 多謝你們支持 你們只是中央11台 我相信你們這樣的批評是公道的 視視察達達 黃視新聞 視視察達達 黃視新聞 視視察達達 黃視新聞 中央2010年 規模的電視臺 他們在2003年的時候 12月中 Bie 還在排著 他們的排照維期是十幾年 今年已經是第六年了 所以我們就會就他們兩家電視臺 質素和攝錄的安排和調動 你們是認為你們有需要表達你們的意見 請盡量發言 你們讚也行 彈也行 你們如果是希望用一些比較嚴肅的表達 亦都可以用一些比較輕鬆的方法去表達 所以主要上今晚就是大家和他們主角 阿蘇豪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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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陳先生 接下來是宮廷會的公眾發言環節 我們有請廣播事務管理局主席 以及成員 以及兩個持牌機構的代表上台就座 請各位 最近看到亞視的黃金時限節目有一些變動 有香港亂說 康熙來了 以及即將推出的亞洲星光大道王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這三個節目是由台灣中天中和台 直接搬過來做的 香港亂說就源自全民最大黨 節目以模仿政治人物 並且加以嘩撫意製造搞笑效果為主 這些節目目前的收視率依然偏低 分別只有兩點和六點 正正反映出這種節目沒有新意 由台灣搬過來 是不能夠為香港人接受的 其實亞視的收視長期都只是得很高 亦都沒有創意 以前大量購買不知名的中國韓國劇集 濫播 現在就粗製濫做台式節目 為何還有權去霸佔行譜 面對無線魚狼似虎 這樣的節目質素 如果亞視不打 亞視完全是違背了傳媒的良心 維背了傳媒的責任 多謝 亞視現在引入了我這個老闆 就不要像以前那樣 就封鎖了新聞 把大陸的東西都拍出來 是不是呀 我希望你們監察 希望大家能夠拿出良心來講話 亞視也不想討論 其實主要是無線 在車遊行的時候 當日有近8的市民出來投訴你們自我審查 但是你們一句都沒有看到 當日你們23分鐘的新聞裡面 用了12分鐘的車遊行 你們說當日的訴求是百花齊放 是甚麼訴求都有 你如果有12分鐘去報到這麼多訴求的時候 為何連一句都不說這件事呢 我們在今年3月5號 為何無線6點半的新聞霸道呢 可以講一個無線高層主持的清談節目去訪問 其中一個平凡得過份的女藝人的詳情 其實我們真的很不明白 哪些叫做新聞呢 第9項合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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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十幾年後 我都想到邱北輝人在這裏 完全沒有折騰我會拜 我一直以為行 你心臨許願拆送給你們 我以為自己要拆送給你們 我真的會見過 是令到香港的無知的霸權 令到香港的創意工業 全面崩潰 我想問亞時 上個月他們兩個電視台 立法會的時候 亞時公開說 就說沒有公平的競爭 就說無線做些事是對他好不公道 我們就邀請亞時 是正式寫這個騰訴 裂奔出來 因為不可以有一個口落死亡 到今天 主席 我們立法會都是未曾收到的 你都未收到 我希望你會給點時間 雅士 因為他在立法會講過 我們希望他清清楚楚裂得出來 如果是的時候 主席 你和政府當局 是應該作出調查 我們如果是收到投訴的時候 我們是會作出一個調查 而在調查之後我們是會有意 所以 你收工坊做那麼多事 那麼多垃圾人給錢 你可不可以主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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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提提 反公平競爭 你可不可以收棄啊 陳志雲 你根本在說廢話 陳志雲 問你又不讓人問 那你想怎樣啊 又搞得這麼公平 我在這裏做事 你老美 我相信在座在這裏的 你的僱主都不會容許 未得他的准許 為他的競爭對手 工作 那你輪亂所有的東西 就是說 甚麼標準法 不給屁股都選 那麼 你根本是甚麼政法 任何人都有他自己的權利 和自由 選擇和哪一間機構工作 我在無線電線裏面 只是為無線收費電線 是主持一個節目 這個叫做智雲反共 至於在其他節目 我代表公司出席的項目 他們採取報道 或者不報道 這個不是我可以控制到的情況 剛才這位小姐特別提到 我相信你是指 我訪問鍾欣彤小姐的片段 為甚麼會在新聞報道裏面出現 和邱騰華交代去做騷擾 你為甚麼和邱騰華一起去做騷擾 交代去做騷擾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是否TVP 為甚麼和邱騰華交代去做騷擾 你為甚麼和邱騰華交代去做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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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他們是有新聞報道 自己覺得有新聞性 而採取套到的 多謝TVP的陳真 各位我們聽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有些亦表達得很詳盡 亦表達得很激盡 所有各方面的意見我們都聽了 我們都會記錄在案 我們做這個終期檢討 亦是其實目的 舉辦這幾場的風聽會 都其實是上聽了大家的意見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第三場的風聽會 所以剛才那位人士 如果你是今天沒有機會 表達你的意見的時候 希望你出場到第三場的意見 希望你有機會在下一場的風聽會 可以表達你的意見